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中毕业的怡君放弃继续升学 决定先工作改善家计 不料臣妇罹患肝肿瘤 必须患肝以及长期静养 怡君于21岁时为了拯救罹患肝肿瘤的父亲 不顾一切执意尊肝以求能换回父亲的健康 因为肝炎然后先切除手术 后来姑母多多日说情况还不是很良好 然后医生就建议我们说要换肝的方式 然后我爸就去大零磁器检查 后来我跟我妹妹都是有去做检查 就是看筛选谁可以符合那一种 后来就是变成我我可以符合 看他病成这样他也很看得也很难受 然后再加上弟弟又很小 如果又希望弟弟不要那么早就没有爸爸了 他说也好就是手术完成后 虽然他也有几次很危急啊 就是医生也不太能保证说 可以就是会不会排斥啊 然后还好都有度过了 然后看到现在这样也觉得还好当初有接受手术 因为之前我爸已经有好几次住家户病房了 然后都一直在医生每次住家户病房 医生都会发病危通知 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说 反正都已经剩下这个办法了 也只能试一试了啊 好坏的话等多了之后才会知道啊 所以也没有什么会害怕 那个事到如此就只能这样子做了 希望他不要太累啊 毕竟才刚动完刀 动完刀没几年 我又病倒了 就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发现 现在弟弟又在生病 希望他可以保重他的身体 不然就真的是 更加的打起了这样 爸爸的伤痕有多大 怡君的就有多大 怡君并不在乎身体上 留下一道深深的疤痕 因为这道疤痕 是他与父亲最佳的连结 更象征着父亲重获健康的希望 这就是我跟他们这样 刚才是用我生活来感谢 我也闻到来 现在的现代时 都一定要说我共产党的 但是我是用我的心去感谢 我是用尽量我会作用人工 去做我的医療 我的生活 不会去分口图 这都是相当了的问题 因为我算是每个人来跟我们 都也是有自己的伤痕 他要不要均衡 想我的生活过程也是很均衡 所以我都尽量了 尽量在那边 我看待他们的 都像我人工 我会去 我会去 想我医癌 我会给他 我感觉 因为这个身体 来让他们 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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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乙君而言 这世界上最重要的是 并非赚大钱或嫁入豪门 全家人的健康 才是他追求的幸福人生 乙君捐肝就腹的笑形 让我们见证了 生命改变中的志诚 这是多么真挚的幸福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镇划